祝我要专心 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心的事 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说心的路 一笔之一 将你的话里 吸在今香上 刻在心本上 主啊 我将立即为你 你是道路这里和神秘 走进你心意 天上一切 主啊 我尊容你 主啊 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心的事 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说心的路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将你的话里 吸在今香上 刻在心本上 主啊 我将立即为你 你是道路这里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天上一切 主啊 我尊容你 我们再次来专心仰赖我们的祝福 哈利路亚 我要专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说心的事 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说心的路 你必知意 将你的话与喜在今香上 刻在心满上 主啊 我站立即为你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天上一切 主啊 我真容你 将你的话里 将你的话与喜在今香上 刻在心满上 主啊 我站立即为你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天上一切 天上一切 主啊 我真容你 将你的话与喜在今香上 刻在心满上 主啊 我站立即为你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天上一切 天上一切 主啊 我真容你 将你的话与喜在今香上 将你的话与喜在今香上 刻在心满上 刻在心满上 主啊 我站立即为你 你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你 从今地心意 写上一切 主啊我真容祢 写上一切 主啊我真容祢 写上一切 主啊我真容祢 主啊 神我们愿意把一切 神祢教导我们的话语 如我们戴在景象上 刻在星板上 主 让我们把祢的话语吃在我们里面 主 使我们满了祢的丰盛言语 我们就遵行祢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一生到老走在上帝祢的旨意当中 到老都不偏离 主啊 谢谢主 让我们再次专心敬拜仰赖祢 听我们的祷告奉务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要来投靠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那一位可信 可靠的神 我们的神 祂是那位值得我们信靠 跟随侍奉的神 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永远居所谓 我们来侍奉祂 我们来敬拜祂 我们来尊容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诗篇 十一篇 我是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看哪二人弯弓把剑搭在弦上 要在暗中 神那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在祂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祂的慧眼查看世人 耶和华试验义人 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 硫磺 热风 做他们碑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诗篇十一篇 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所写的诗篇 整篇诗篇的中心信息 出现在第一节 他说 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 主这个字 是诗篇十一篇的第一个字 因此若是我们将它读成 主是我所投靠的 就能够更生动地 更符合诗人在此处 所要表达出来的主要意思 当大卫面对敌人的追杀的时候 他的同伴 还有那些陪伴他周围 他的随从跟随他的人 都建议说你要赶快 赶快逃到一个又安全 又稳妥又隐秘的地方去 在二道三节说 看啊 二人弯弓把剑搭在弦上 要在暗中设纳 心理正直的人 跟基罗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这应该就是这些 跟在大卫身边的帮助者 陪伴者 他们给大卫一个合理的建议 在此处心理正直的人 指的就是义人 就是大卫 他们对大卫说 那些恶人弯起弓来 所要射杀的对象就是你 那些仇敌 他们在暗中要找机会 攻击你 要杀害你 一旦你被他们射中了 你就会失去性命 你的根基就会毁坏了 你就会失去 你一切所拥有的 看起来 这样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危急 已经到了 朝不细报 命在旦夕的时刻 但是我们发现 大卫并没有这样子的 就接受他们这种 善意的合理的建议 在第四节大卫说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 查看死人 面对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 大卫他转眼 来仰望他的神 他将眼目 定睛在那位 坐在圣殿里的主 坐在天上宝座的神 他把他的眼睛 定睛在这位 用慧眼 查看死人的神 我们看见大卫在危难当中 他不是急着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找到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 去躲起来 他所在意的 是那位在圣殿里的主 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主 是这一位用慧眼 查看死人的主 他所在意的 是这一位 他全心全意信靠的主 也是他所侍奉的主 大卫知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最重要的不是像那个飞鸟一样 去飞往自己所熟悉的山里 去躲起来 我乃是要全心全意地来信靠主 把自己投靠到主的面前 在五到六节大卫说 耶和华试验一人 我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 有烈火 留火 热风 做他们悲重的份 在这里我们看见 大卫像他自己所遭遇到的困境 看作是神对他的事业 因此 他对神就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一个事业 所以他不用绝望 他知道这是个事业 所以他不会被灭绝 这是一个事业 所以他不会没有路走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看见大卫知道 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 对比这些攻击他的恶人 这些喜爱强暴的人 大卫知道这些人 他们是神所恨恶的 是神所要惩罚的对象 因此他有一个性情 他坚定地说 神要向这些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 有硫磺 有热风 作为他们悲重的份 这样的宣告 不但是说明 他知道神要亲自来审判这些恶人 他更知道 神一定会用非常剧烈的手段 来处灭他们 在第七节大卫说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知人必得见他的面 大卫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知道他所侍奉的神 所信靠的神 所投靠的神 是那位满有公义的神 神喜爱公义 和一切与公义有关系的事情 他知道 唯有那些在神的眼中行为正直的人 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才能够见着神的面 因此 他决定不接受这些善意的 合理的建议 他不去找一个所谓安全的避难所 他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投靠他 他的主是那位坐在圣殿里的主 他的主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主 他的主是那位用慧眼查看世人的主 他的主是那位公义信实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论我们遭遇到怎么样艰难困境 遭遇到何等危险的情况 也不论在我们周围有多少 我们的亲朋好友 他们真的非常真诚 他们非常善意 他们会给我们提出一些 很不错的 而且很合理的建议 但是我们属神的人 让我们坚定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认定他 我们单单选择来投靠我们的主 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人 最重要 也最有智慧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面临一些挑战 或是困境来到的时候 什么是我们经常会有的第一个反应呢 我们认为 自己算不算是一个投靠神的人 还是我们会有一些 让自己觉得很稳妥 很有安全感的地方 或是靠山 是我们常常会第一个选择去倚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一定有一些人正处在极大的难处当中 甚至你已经到面对无路可走的困境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 有人靠狙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什么叫投靠神 现在就让我们来提我们神的名 就让我们来投靠祂 把一切的难处都交托给祂 把一切的忧虑都献给祂 让我们同生开口来投靠祂 主老师我们依靠仰望 祝主让我们再次来到这边 说祝主我 我祝福你 祝福自己的聪明 祝主让你给我们聪明智慧 那就是神 然后我寻求你的时候 神啊 我就把我们的聪明放在你里面 主啊 让我寻求是祢的智慧 而不是我的智慧 主啊 祢帮助孩子们 主啊 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生的困难 跟抉择的时候 主啊 我们用祷告寻求 主啊 让我们看见神的心脏 现在我们里面 谢谢耶稣 谢谢你主 是的 主 你说应当一无挂虑 主啊 祢也要我们凡事 借着祷告寻求 主啊 是的 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祢 因为主 祢教导我们 主啊 凡劳苦单重担的来到祢面前 必得安息 天父是的 谢谢祢 主啊 让我们学习交托仰望的功课 主啊 祢说在人不能 但是在祢凡事都能做 因此主我们交托仰望祢 主啊 即便是又大又难的事情 主啊 即便是我们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主我们学会交托仰望祢 我们将这样的重担 将这样的主啊 一个苦难 交托仰望在祢的手中 因为主 祢是我们的山寨 我们的高台 我们的避难所 主 祢必帮助我们 主啊 度过一切的难关 谢谢主我们仰望祢 赞美祢也是 主信靠伊克华的人 好向西安山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哈零雅 主是的 主 祢不是恋人 祢乃是试验我们 主我们相信 我们一切眼前的困苦跟 痛苦还有忧伤 主 都是祢量给我们的 我们相信 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正式经历着神 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创始成终给的信心 主我们相信祢是起初 我们相信祢是末后 我们相信祢不曾改变 我们相信祢的爱是坚定 因此我们说主 我们要投靠祢 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 相信 认识祢 将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诗篇十一篇第四节 大卫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大卫转眼仰望神 他对神有一个认识 他身处在苦难当中 疾难当中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不是闷着头 他不是一直关注自己的危难 自己的困难 他做什么呢 他抬起头来仰望旧 他看见神是那位掌权的主 他看见神必定要按照他的旨意 来审判 他看见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智慧 来做最好的安排 因此在这个时候 就让我们一起 为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我们信得过他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叫我们可以真知道他 让我们知道 他是那位我们可以全心全意 来投靠的主 我们同生开口来打靠 主啊 主的祝福 因为孩子们专心仰爱你 你就大救我 不重安逢在灵难当中 劝纳人如我们同在 主谢谢你 主啊 我们相信 祝福在一切的犯案里面 祝福我们更认识 更敬畏 更加的依靠仰望我们的神 主啊 谢谢 主啊 主啊 带你我们学习 主啊 因为我专心仰爱你 主啊 你就大救我们 主 纵然我们在极难当中 神爱你与我们同在 主 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什么惧怕 主 在你的同在里我们安然度过每一个困难 主 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盼望 谢谢耶稣 主 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 主 我们试着不用自己的智慧 主 当我们用你的智慧 来决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决定的时候 主啊 我就知道你必为你自己的话语负责任 主啊 你帮助你的儿女们 叫我们专心仰赖你 这是你的应许 这是你信实话语的成就 主啊 我们就相信 神啊 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在你里面有丰盛 有慈爱 有怜悯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信实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说 坚心依靠你的人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主耶和华 我们知道 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主 你是远远高过这一切环境的神 主 因为你掌管这一切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 求你赐给我们在家庭中 在教会中 在职场中 在团体当中 主啊 那一切属天的智慧 主 让我们不断地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 主啊 不是定睛在这些环境 在这些人事物身上 主 我们单单依靠你 我们单单认定你 相信耶和华神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主 你必带领我们走向十分的完全 谢谢耶稣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是如何来看 自己所遭遇到的困境和难处 大卫说 耶和华试验一人 真是何等宝贵地看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勇敢地 坚定地来投靠山 越无论我们遭遇到多么艰难的困境和危险 这一切都只是试验 这些试验是让我们经过水火 却要引领我们到丰富之地 大卫说 因为神是公义的 祂喜爱公义 正知人必得见祂的面 我们的神祂何等喜悦 在公义中来与我们会面 每一天在祂的宝贵真理当中 与我们会面 我愿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在自己所遭遇到的各样难处当中 来调整我们的信心 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生命 好像我们的生命经过试验 都能结出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一起将这个美好的 信心的经历过试炼的 平安的果子 来献给我们在天上 亲爱的阿爸福祉 我们同生开口来祂 祂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谈 祂我们在环境的试验里 祂我们好像极快要承受 但是神是我们的实验里面 祂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 你要为我们开一条线 让我们能忍受了 这宿美的恩质 祂我们在很多道理 祂在环境的试验当中 祂我们被打倒的 祂我们新的试验 祂我们细心给我们的力量 祂我们可以好 祂我们可以好 祂我们的心血月马的成熟 祂我们可以面对更大的挑战 勇往直前有一个好 谢谢这件事情 祂我们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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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是得主感谢赞美你 主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祂要是得主 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将 我们的全心全人全意 主要陷在你的面前 主要是求你完全的来掌管我 主要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 主要掌管我们的眼目 主要好使我们所 一生当中所经历到的人事物 主要是所有的一切 主要不再用自己的想法跟判断 来做决定 主要是乃将一切的结果都交给你 主要知道主要你必有你自己 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 主要相信主当我们经历过人以为的 不顺利或者是低谷的时候 主要是主我们都要看见主这里 主要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这其中 主要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老恋生盼望 盼望必不至于羞愧 主要是主我们谢谢你 主要知道主要你要在内 我们自以为的瓶颈跟限制 甚至是镜头的当中 主要是主你要与我们相遇 主要在那个地方主要你要 示恩赐福于我们 主要是的主你的 向着我们的意念是 主要赐平安的意念 是祝福的意念 主要是示恩怜悯的意念 主要是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你旨意被招的人 主要我们相信在我们生活中 所有的困难与挑战 都是你化妆过后的祝福 主要我们要在每一个挑战 跟困难当中 主要我们要来认定你 你就指引我们的脚步 主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 要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谁呢 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山寨与高台 我们必不惧怕 必不自羞愧 必不自动摇 谢谢主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啊谢谢你 你的意思都是好的 Amen 所以我要全心全意的来投靠你 Amen 不论我所遭遇到的事情 有多么的艰难 我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有多么的危险 虽然很多的人会给我很好的建议 会给我宝贵的提醒 但是主 我要全心全意的来投靠你 主啊你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神 你是那位用慧眼查看诗人的神 你更是那位公义信实的神 我愿意天天活在你的面前 来见你的面 主啊我要认定你 我要全心全意的来投靠你 Amen 这样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Amen 你是道路整理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写上一切 主啊我尊容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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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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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